每個工作人員都在一起 不是 前輩們也會這樣 落什麼英文啊 大家都知道小訓你本來就是很熱情 所以又沒有人誤會你 少在那邊Come on來看看去的 你們認為呢 牽手 我怕你們是騙人的 你們現在可以牽手給我看嗎 可以啊 我後來第一組的 可以嗎 牽手看 OK啊 要十字交扣嗎 看妳了 最自然的… 最自然的 好愛 哇塞 牽手 牽手 好 那第三組我們來歡迎她一下 好 第三組呢 是嘎嘎跟小B都是17歲 Oh you're ready 他們交往半年 他們認識經過非常的特別 講一下 怎麼認識的 接錯 酷耶 她本來要打給我朋友 可是我朋友手一壞掉他打給我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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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樣就可以在一起 那個時候她 就是用她手機打給我 然後那時候 我剛好就先存起來 然後後來就 我換號碼之後 我就發簡訊給大家 然後她就傳給我說她收到 然後我就問她說 她是我朋友還是 是那個電話的人 然後就後來就認識 然後我就傳一傳就認識 然後傳一傳 後來什麼樣的時候 是確定在一起 分手之後吧 就是跟我之前男朋友 前男友之後 然後馬上跟她交往 沒有… 真的太快了吧 沒有 對啊 就有一段時間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 問她們那個問題了好不好 就是你們覺得高中生談戀愛 會不會影響到自己的學業 妹妹對高中生談戀愛 就是你們覺得高中生談戀愛 會不會影響到自己的學業 不會 不會的比較多 我的功課 OK啊 OK 真的嗎 我高一的功課 我高一的時候功課還不錯 來吧 那現在呢… 我現在平平 平平 對 會影響嗎 妳覺得不會影響 我覺得是自己的問題 就是自己覺得會影響就會 不會就不會 就是自己自自立的問題 好 小薰 我覺得不會 兩個人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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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是… 兩個人… 兩個腦袋就是這樣子輸 就是唸… 唸得可能比起來還要好 互相督促這樣 對 互相督促 這樣子一定不會就是會幹嘛… 可能拿… 因為像我們女孩子 可能喜歡背 可是男孩子就是算得比較厲害 可以這樣互相幫忙 互相扶持這樣 那有人說yes 我覺得會影響 就是如果你跟男生吵架 你可能心情低落 就比較會看不下那個書 然後如果你心情好 你可能就會想要跟男朋友 一起奮發向上 然後就一直看… 一起鼓勵這樣子 有沒有因為這樣 成績一落千丈 曾經有過 蛤 為什麼 就那… 是 是因為跟小凱 是跟我嗎 因為小凱成績不好 結果那陣子跟他吵架 結果不想讀書 又覺得很煩 那爸媽有發現這件事情嗎 沒有 因為他們那時候還沒發現 我有男朋友 好 你們有沒有東客名獎 有耶 因為每次約要去念書啊 然後他就… 就可能念一念吧 然後他就在旁邊一直這樣 我們出去玩啦 我們出去玩啦 然後就… 後來就沒有心要念 然後就跑出去看電影啊 會影響 碰到這樣男生怎麼辦 不過我通常是 你是想要讀書的那一個 我也是吵得出去玩 你是說 哇說一婆啊 怎麼可以這樣呢 難怪我們男生的成績 都會退補 你這樣就不行啊 三組小屁 你們功課怎麼樣 有沒有影響 目前是沒有 因為我們都會出去看書 蛤 蛤 很傷勁 好 我們緊接著問下一個問題 來 等一下 就是高中生談戀愛啊 會為什麼事情而吵架呢 你們覺得 最長的 對 我認為最長的 我現在看看 我來看一下 誰打給誰會嗎 丫頭 因為其實高中生很喜歡講電話 而且他們其實利用錢有限 所以會問了誰要打給誰的吵架 就是這問題很 就是困擾很多年輕人 沒有啦 我是 我又回家問我弟是不是 他有這方面的困擾 妳弟 妳又談戀愛 妳又談戀愛 她不是戀愛 其實我會問她說 那你們班的同學談戀愛的 就是過程什麼 還是她是打那個 電話 對 回家是怎麼跟他這樣 對 她爆料 妳把她弟當成什麼樣了 不是啊 她沒什麼對象 那電話費那麼貴 真的 我現在在這邊跟大家講 千萬不可以打0204 這超貴 妳弟真的 我弟他就是跟同學一起打0204 你只要想你弟的報 我從上升天打就是很貴 然後他同學還不付 我要刷牙頭啊 像這就是請你勸勸她下 不要打就好了吧 不用假日報自己弟弟的料嗎 他講電話費 你們電話費一個月差不多多少 我們是辦就是往內互打比較便宜 對 對 現在有這個優惠耶 好聰明 父母 會為父母吵架嗎 就譬如說父母反對的時候 或者是父母覺得最近就是太愛玩 然後沒有什麼念書的時候 就會兩個人為父母吵架 對 不好意思 傳子條會 上課就是會這樣寫東西 然後寫完之後就丟來丟去 如果說是我喜歡的女孩子 我就會覺得說 你幹嘛就是一直跟其他男孩子 這樣傳子條 現在還要玩傳子條這種 一定會傳上課一定要傳 有 高中是一定要傳子條 玩什麼子條 我們班是放牛班 直接站起來講 老師還在前面上課 站起來講 等一下要不要去吃那個什麼 不是傳子條 有的時候還會 就是有些會交換日記那一種 對啊 一本啊 本質那樣的一起講 有這種喔 有 我錯過了 我錯過了 因為四六我寫 小本本 還會對讀 對 會寫 這是今天我們今天放學 一起去哪裡 對… 其實我跟妳吵架了 我覺得對不起 對 馬上很好 今天放學回家以後 好想妳喔 好想趕快明天再放學 看到妳 我哭耶 妳們有沒有傳子條 不會 對 妳們是什麼 我知道他們是傳手機簡訊吧 對 上課傳簡訊嗎 就是手機裡面有一種 叫便遷的東西 要用藍牙戶傳免費 不用錢 真的… 真的嗎 好方便喔 我都不知道耶 重點是 他跟我隔不中學校 因為那是要用藍牙的便遷 很近的 可是要有距離 好 好 好 小彩哥他跟妳們傳的 對 這個行為講出來 沒有…就跟他傳而已 奶奶啊 感謝妳教妳那個小技巧 但是妳自己縮流嘴被抓爆這件事情 回家可笑自己保重啊 你們有因為這樣子有吵過架嗎 什麼問題有吵過架 最長的 對 就他常常走在路上都牽著我的手 然後這樣握一下 然後說你看那女的好正 對 不行 扣分 對 扣分 其實看她的服裝而已啊 就是現在流行什麼 少來的 騙人啊 你看身材吧 對啊 有嗎 今天來會讓妳覺得有很漂亮的女生 有 還滿多的啊 滿多的 奶奶今天她來的時候 她有跟你聊到 黑醉妹妹哪一個人 有 她還跟我說 跟誰跟誰 哪一個 妳直接問她 妳問她 她是覺得 沒有 她就是說 她只是想知道 妹妹們是哪個電信而已 她竟然這樣跟我講 妳說用哪一個電信 她想要看有沒有可以往內互搭 比較便宜 所以妳會生氣就是她看到 別的女生在街上 明明牽著妳還看別人 而且每隔兩 三秒 她就會那個那個 這個這個 吵架了 吵架了 小凱平常有做心探嗎 還是 會注意漂亮女生 會實際上